臺灣發生規模7.2強震 日本沖繩最大震度4 發布海嘯警報 那巴機場一度停止起降 大陸沿海不見廣東上海等地 也明顯感受 美國總統拜登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時隔4個月直接對話 拜登重申兩岸和平穩定 習近平表示 臺灣議題是美中兩國不可逾越的紅線 以色列持續對加薩發動空襲 被政府組織世界中央廚房 7名工作人員因此喪生 事件引發全球譴責 以色列軍方出面致歉武社 奔蘭首都赫爾辛基近郊一所學校 發生校園槍擊 造成小學生一死兩重傷 槍手年僅12歲 逃跑後遭警方當街逮捕 特斯拉公布第一季交車輛 季減兩成 是近四年來首度下滑 股價應聲重挫5% 而老闆馬斯克個人色彩鮮明 也讓全美考慮買特斯拉的人減少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鎖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聞 我是秦玲謙 首先新聞開始 我們先來關心的就是 今天早上在花蓮發生規模7.2的強震 事實上不只台灣 大陸沿海城市包括了福建 廣東上海等地也感受到搖晃 另外日本沖繩地方同樣有感 其中離台灣只有大約100公里的宇納國島 那麼觀測到的震度4是最大震度 日本政府立刻對沖繩一帶 發布海嘯警報 領海的納霸機場 因為安全為由也一度全面關閉 而官方地震調查委員會 經過調查 曾經調查過沖繩 認為未來30年 發生規模7以上的地震 機率高達90% 日本時間週三 早上9點左右 沖繩地方警報大響 原本悠閒的沉間節目立刻被中斷 西文主播大聲呼籲 發生地震 發生海嘯 立刻逃生 在元旦的南丹半島強震後 日本對於地震再次繃緊神經 儘管陣央位於海外 台灣時間週三早上近8點 華連發生規模7.2有感地震 全台明顯搖晃 與台灣只相隔百公里的沖繩 宇納國島測得震度4 地震規模第一時間定為7.7 日本當局立刻發布海嘯警報 呼籲民眾趕緊逃往高處 大約一個小時後 石原島跟著響起刺惡警報 民眾早已乖乖爬上高樓避難 學校集體帶隊 將小朋友疏散至空曠處 接到避難通知的居民 也按指示前往高地以測安全 私の電気發生の電気消防 磁火替閣下 incit 私は電気消防 電気消防 電気消防 急々に津波警報がきた 今回は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ました 海外の地が荷波で避難して 馬群連れて避難しました 車で来ました スムーズに取れました 就算地震不是发生在境内 但是东海岸地牛翻身 左烟花莲 右烟冲绳 看着台湾灾情严重 日本为了安全至上 临海的纳坝机场 一度暂停所有航班起降 来往班机 全都交由临近城市消化 原定从纳坝起飞的旅客 只能无奈等待 モノレール乗っている時に みんな通知が鳴って 津波のあれが来て 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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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てこっち来てから 店も全部下のショッピングのが もうダメだから すぐ3階に逃げてください という風に来てて 今ちょっとまだ案内ができないから 待っ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 もう登場手続きまでは済んでて ちょうど津波が来る頃の 10時5分の便だったんですよ なのでちょっと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 確認するのか確認してました 那把機場關閉近2個小時 在海嘯警報解除 確認跑道安全無余後 機場才总算宣布恢復營運 不过日本正值春假期間 冲繩又是熱門觀光地 約有数十個航班 近5000人行程受影響 行き先は台北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この後の余震とか 建物の東海とかの情報もあったので ちょっと危険かなと思って 辞めました 行け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周りにも心配かけちゃうかな と思うので 雖然有機無限 但沖繩並不安全 沖繩左右沖繩海潮 又有琉球海溝 整個南国未處於板塊邊界 沖繩其實不像大眾以為的 不太地震 過去100年來 沖繩地方至少記錄到 10次規模7以上地震 琉球群島多個遠離海岸的 内陸高地也發現了海嘯岩 也就是被海嘯帶上陸地的岩石 間接證實大浪發生 日本政府的地震調查委員會 曾在2022年3月 發表地震概率 沖繩未來30年 規模7至7.5的地震機率 高達90% 另外 華連這次強震 就連對岸的廈門 福建 上海 浙江 也感到搖晃 廣州鐵路都跟著封鎖 或限速部分路線 連接上海與昆明的護昆高鐵 同樣調整部分區段運行 以確保人車安全 第1月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跟中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美東時間 週二的上午展開了 105分鐘的拜習通話 這是去年11月 兩人在舊金山面對面會談之後 相隔4個多月 終於再次的溝通 通話的主題圍繞在台海跟南海 以及美中經貿 還有高科技競爭上 雙方都認同兩國應該要有更密切的溝通 因此美國財長葉倫 以及國務卿布林肯 近期也將陸續的到訪中國 但是學者坦言 美中雙方的溝通 並不等於更友善的互動 雙邊關係的發展 仍然只能邊走邊看 四個多月前 美國總統拜登才剛在舊金山 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展開任內第二次面對面會談 如今兩人再次交流 但這回是透過電話熱線 這場在美東時間週二上午 進行的拜習通話 兩人常談了一個小時又45分鐘 其中最關鍵的主題就是台海 美中儘管都關注台海 但彼此著重明顯不同 習近平反复要求拜登 要落實不支持台獨的表態 拜登則是把台海和平穩定 作為核心 美方官員也透露 拜登是要藉由這次通話 在520賴清德就職總統之前 向習近平清楚表明美方態度 包括重申美國的一中政策 以及確保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學者則坦言 台海之外 南海更是兩大強權 當前相對更緊張的熱點 尤其是中方近期在南海 對菲律賓船隻的 獨斷脅迫行徑 已經形成國際非議 拜登就計畫下週接待到訪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與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期間 舉行美日飛三國峰會 針對北京在台海 東海與南海 持續戰機船艦侵擾 水炮驅離等灰色地帶戰術的反制作法 展開深入討論 中國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 而北京為了突破美方與盟友的包圍封鎖 也向東南亞其他國家伸出橄欖枝 例如近日邀請印尼總統當選人 普拉伯沃訪問中國 然而普拉伯沃的當選資格 還有待印尼憲法法庭確認 而且最快要半年後才可能就職 中方此時積極邀訪 反映北京想要在南海議題上 增加盟友的態度 地區安全議題之外 經貿與高科技也是另一個 美中兩國針鋒相對的領域 習近平在通話中高分被反對 美方的經貿科技限制 美國針對中國的經貿科技打壓措施 層出不窮 制裁中國企業的單子越拉越長 這不是去風險 而是製造風險 華府智庫學者指出 習近平這番指責可以說是 當前最尖銳的訊號 顯示中方認為美國的經濟限制 是僅次於台灣議題的潛在衝突點 但美方對此則堅持 相關限制是為了維護美國國安利益 並且強調經貿正常往來不受影響 例如當前美國國會正在推進的TikTok 與母公司字節跳動玻璃的法案 拜登就向習近平表明 這是為了保護國家安全利益 與美國人民的資訊安全 此外拜登還在通話中喊話 習近平不要干預11月的總統大選 儘管北京當局從來不承認 曾經透過網路滲透等方式 干預美國選舉 並且多次反控美國對中國的網路滲透 與攻擊更嚴峻 但白宮官員坦言對於中方說法 美方始終無法真正相信 而當前美中關係 唯有透過雙方實際的接觸與觀察 才可能建立了解並且改善互信 因此週三開始為其一周的 美國財長葉倫訪問中國 就是增加彼此理解的最好方式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妥處分歧 凝聚共識深化合作 推動中美經濟關係 穩定向前發展 葉倫此行除了先後與大陸副總理何立峰 總理李強 財長藍佛安 以及有中國經濟沙皇之稱的前副總理劉鶴 還有人民銀行行長潘弓勝等中方官員會談之外 還將與經濟專家舉行圓桌會議 並且與北京大學師生會面 試圖聆聽各種聲音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國當前動態 葉倫在出訪前已經透露將針對中方的不公平貿易以及產能過剩等問題對美國以至於全球經濟的傷害向中方清除產民 也願意與中方在打擊非法資金等共同議題上相互合作 但外界分析坦言 葉倫這趟訪問恐怕很難為兩國經貿關係帶來太大突破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最需要來看的是以色列軍星期一空襲國際慈善組織世界中央廚房的車隊 親民分別來自英國 澳洲 加拿大跟波蘭的援助人員不幸喪生 他們罹難的時候身上都穿著防彈背心 而國際嚴厲譴責以色列 總理納坦雅胡則表示說這是一起無心之過 軍防也對誤設做出了說明並且致歉 離哈衝突爆發至今 以軍多次的對國際救援軍車隊攻擊 至少造成了196名援助人員死亡 這也讓還在運作的國際救援團體卻部陸續宣布將暫停救援 以色列軍一號晚間發動無人機空襲 擊中三輛國際慈善組織世界中央廚房的車隊 七名援助人員不幸喪生 事發當時中央廚房車隊在加薩中部卸下食物後 援助人員分別搭三輛車離開 路途中遭到三波空襲 七名人員罹難時身上都穿著防彈背心 雲西的箱形車車身應有大大的世界中央廚房標誌 武器專家根據現場殘骸分析 已軍使用無人機飛彈 而且是在視線良好的狀況下精準射擊 七名罹難者分別來自於加拿大 波蘭英國和澳洲 其中一名是巴勒斯坦人 事件也引發國際譴責聲浪 世界中央廚房在2010年成立 創始者是西班牙裔名廚 何塞安德烈茲 上個月他們還與以色列軍方合作搭建浮動碼頭 運送了第一批由海上進入加薩的援助物資 禮難的澳洲籍援助人員法蘭克康 在世界中央廚房負責協調工作多年 另外一名波蘭籍的援助人員 前幾天才興奮地向大家宣布 他們在加薩建立了廚房 大家好 我是凱瑪斯坦的廚房 六名外籍罹難者遺體 目前已經送到拉法市邊境 等待送回國安葬 巴勒斯坦籍司機和翻譯 則是就地安葬 面對國際嚴厲踏罰 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虎出面表示 這是一起無刑之過 以國軍方也對污舍做出了說明 並且致歉 以哈衝突爆發以來 以軍對國際救援車隊攻發動了八次攻擊 至少造成196名援助人員罹難 目前為數不多 仍然在運作的國際救援團體 也在這起事件後宣布要暫停加薩的救援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二號訪問法國 與總統馬克宏商討烏克蘭和中東衝突 布林肯再次強調 美國支持以色列捍衛國家安全的立場不變 他同時透露 美國計劃向以色列提供180億美金的軍售 包括50架F-15戰機 這幾個月來 不少民主黨籍的議員 對以色列的軍售嚴加審查 有意以限制軍事援助 迫使以色列允許更多人道物資進入加薩 拜登這次提出的180億軍售 是以哈衝突爆發以來的最大宗 也將是更大的籌碼 要求納坦雅胡開放加薩救援 TVBS新聞總和報導 再來看的是美國總統大選倒數215天 儘管現任總統拜登對決前總統川普的態勢不變 但是現在變數似乎是越來越多了 獨立參選的薩羅伯甘乃迪開始吸引各界的關注 CNN週一播出他的專訪 立刻讓他的名字登上網路熱搜 而週二川普在關鍵搖擺州肇事 宣稱如果11月的大選他沒有贏 美國就會完蛋而且從此不會再有選舉 拜登則是聯手兩位人氣 前總統柯林頓跟歐巴馬 一個晚上就締造募款相當於 台幣8.3億元的史上最高記錄 美國人最不想看到的一場總統大選 現在殺出第三勢力 獨立參選的前民主黨人小蘿蔔甘乃迪 讓選情更加詭證 在關鍵搖擺州更是如此 他在玩誠意 我不是很清楚為什麼 我懷疑第二次特朗普的選項 只有一種接受的選項 那就是拜登 你不必須愛他 但你必須選擇為他 在這個月 儘管目前甘乃迪僅確定 可以出現在猶他州的選票上 陣營宣稱另外八州也達連數門檻 他已經是不少選民熱議的對象 2020年民主黨的拜登在威斯康辛 贏前總統川普不到兩萬一千票 當年威州沒有綠黨候選人 不過2016年川普已近兩萬三千票 擊敗希拉蕊科林頓 而綠黨候選人史坦就拿下超過三萬票 一年前甘乃迪宣布以民主黨人身份挑戰拜登時 白宮根本不當回事 現在他搖身成為獨立候選人 反倒讓他無所顧忌 從拜川兩陣營搶票 這個相對陌生的人選 果然引起選民注意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周一晚上播出甘乃迪專訪 結果24小時內 在Google搜尋小蘿蔔甘乃迪的件數 立刻暴增149% 在搖擺州威斯康辛 密西根和賓州 更擠上熱搜排行榜 到底誰才對美國民主構成威脅 川普周二在密西根和威斯康辛的造勢場合 都一再重複這個論調 就是這場選舉只能他贏 否則美國就完蛋 也不會再有選舉 他也再次用侮辱性言辭 川普用詞野蠻 也再次批拜登邊境政策 會讓美國遭移民血洗 川普也高分被向對手下贊帖 要拜登跟他辯論 拜登上週連同兩位前民主黨總統 柯林頓和歐巴馬 在紐約出席募款會 大咖雲集果然成功打破紀錄 募得2600萬美元 相當台幣8億3000萬 是史上募款金額最高的 單一政治活動 川普陣營不甘示弱 放話6號在佛州的募款會 至少要募得3300萬美元 川普籌錢花招百出 從金球鞋 香水到聖金 什麼都可以賣 週一也順利提交民視詐欺案 1億7500萬美元保證金 避免資產遭扣押窘境 不過他旗下公開募股的 川普媒體與科技集團 因去年虧損5800多萬美元 股價跌超過20% 川普資產淨值 一天就掉了約10億美元 體會生活綜合報導 如果要說現在 誰是日本的呆萌人氣王 相信會有不少人講出小雨雪 小雨雪是一頭搬海豹 最近剛從大阪移居北海道 人氣不減 水族館經常一早就人排隊 都是為了他而來 北海道的治內水族館 這一群跳來跳去的可愛海豹 在社群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而小尊也有一名人氣王 經常有外地鐵粉上門 就只為了看他一眼 你好 早安 你好 早安 我來到了神奈川県 每個人都很可愛 我認為是特別的小雨雪 很可愛 今天我來到了水族館 小雨雪是小尊水族館的新房客 剛出生他滿身白色的烹毛 一臉無辜的沉睡著 就是這副天真無邪又憨蒙的神情 在網路上爆紅圈本無數 網友粉絲甚至甚讚小雨雪 是比天使還像天使的海報 但其實他一出生就被診斷出 患有致命的地體溫症 小雨雪不僅是大班海油館 首度繁衍成功的班海豹 也是日本國內第一頭接受 人工捕育的海豹寶寶 照顧人員24小時輪班看護 還必須扮演媽媽的角色 去教導她習慣水性 如何水中悠遊 然後餵養照顧她長大 長得頭好壯壯 小雨雪四個月大 就露臉見可愛親近人的可愛模樣 讓無數的粉絲為之瘋狂 今月3回目 探索很厲害 就算寄給我 目前全日本只有四個地方 四月班海豹為了讓他們 繼續繁衍下一代 三歲的小雨雪肩負重任 在海油館館方的安排之下 展開向情之旅 去年11月被送到小尊 來到北國的新家 小雨雪已經跟負責照顧她的新夥伴 相當熟悉 這是水泥 來回悠遊水中 這一天要量體重 小雨雪時不時還會耍腕皮 乘得了乘得了 照顧人員花了點時間 好不容易完成任務 我已經很慣了 再過一陣子 小雨雪就會跟隔壁水槽的 海豹姐姐們碰面 聯絡感情 並且好好相處 官方表示繁衍計畫急不得 至少還需要五年以上的時間 TV的新聞 喜起方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Focus全球新聞 我們繼續來看 南韓飼養寵物的家庭 在10年內增加到了602萬戶 增加了將近兩倍 養寵物的人數也達到了1500萬人 造就南韓寵物產業商機擴大 最近他們也開始新奇寵物咖啡廳 讓飼主帶著心愛的貓貓狗狗 一同享受下午茶 這裡是南韓經濟道的一間大型咖啡廳 上門顧客帶著心愛的寵物狗 一起喝咖啡 城牧友善的咖啡廳才剛開張 吸引許多四主慕名而來 原則上咖啡廳和餐廳都禁止 顧客與寵物一起進出 但是隨著攜帶寵物的需求增加 南韓政府才開放 允許寵物進出的示範商家 飼養寵物的南韓家庭 在十年內增加到602萬戶 增加了近兩倍 養寵物的人數也達到1500萬人 造就南韓寵物產業商機擴大 電商平台上的寵物用品 銷售額增加 就連寵物車銷量也超過了普通嬰兒車 寵物深入南韓民眾生活 四主和寵物可以一起使用的設施需求增加 除了市區裡的寵物咖啡廳 大丘也開設了第一間寵物狗公共遊樂園 小狗來到這裡可以鬆開繩子 在廣場上自由奔跑 寵物狗遊樂園面積達7600多平方公尺 設有中小型犬和大型犬遊樂場 四主休息處和寵物咖啡廳 三部小禁等多種設施 這個寵物狗公共遊樂園經過兩年裝修在去年底完工 打造成寵物四主和一般民眾都能享受的綜合文化空間 由於是公共設施 企毒犬 導盲犬等對國家和地區社會有貢獻的寵物狗 將免除或減免入場飛 TVN新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看曾經以吹動大麥的風 還有我是布萊克奪下了 砍城金棕旅獎的英國導演肯洛區 他的昔影之作《老橡樹酒館》 描述英格蘭小鎮 因為礦坑廢棄後沒落 人口大量的流失 成為了英國政府安排敘利亞移民的落腳處 當地居民面對外來客 從一開始抱著歧視的眼光 到最後互相理解的故事 老橡樹酒館入圍 2023年砍城影展金棕旅獎 導演肯洛區就表示 他拍這部片的初衷 就是希望歐洲國家 能夠降低對外來移民的偏見 面對從叙利亞來的移民進駐 小鎮居民不滿要跟這些人當鄰居 有人當場表馬出口 一名叙利亞少女因為拍照被盯上 男子強行翻找她的行李 逃出相機把玩 少女哭哭哀求 但對方就是不還 拉扯中相機摔在地上 當場解體 2016年在英格蘭北部的杜倫郡 這座曾因礦坑帶起當地經濟繁榮的小鎮 面臨逐漸沒落的命運 讓這裡成為英國政府安排 叙利亞移民的落腳處 在地人和外來客的衝突 一觸即發 雖然房價被打到骨折 與社區原本發展衰退有關 但居民們把移民當成出氣筒 認為一切都是他們的錯 這天鎮上的老巷處酒館營業中 來自叙利亞的少女拿著相機登門拜訪 立刻受到酒客們的異樣眼光 常客們竖著耳朵在聽 酒吧老闆不敢多管閒事 生怕小鎮上已經為數不多的客人 因為這件事不再消費 只好裝作不知情 後來老闆出門遛狗 發現女子已經找到摔壞他相機的人 老闆實在看不下去 決定出手幫忙 摔壞相機的男子當場耍賴落跑 來自叙利亞的少女名叫雅拉 她身無分文 只希望有人能修好她的寶貝相機 因為這是父親失蹤前留給她的禮物 酒吧老闆貝倫丁帶她回到店裡 拿出叔叔留下的老相機 打算帶到市去賣掉 費用剛好拿來修理雅拉的相機 兩人一起看著小鎮過去的老照片 了解過去當地人總喜歡一起吃飯聯絡感情 所以鎮上流傳著團結一桌團結一心這句話 這群來自市利亞的移民為了遠離戰火 什麼都沒了的苦和小鎮居民的孤獨 其實是同病相連 這天鎮上舉辦運動會孩子們玩在一塊兒 少女琳達在接力賽跑時突然身體不適 想要回家休息 雅拉自告奮勇送她回去 進入琳達家中想幫忙找點食物緩解她的頭暈 沒想到琳達的母親就是回來 一看到雅拉就暴怒感人 以為她翻找櫥櫃想偷東西 無論雅拉如何解釋 琳達的母親在氣頭上二話不說就把她推出去 雅拉滿腹委屈 但身在異鄉 她知道衝突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只好選擇離開 幾天後雅拉在街頭巧遇琳達的母親 對方連忙上前道歉 原來她誤會了雅拉的好意 希望能盡自己所能 幫助雅拉融入社區 雅拉拿著相機到美髮店 和客人逐漸熟悉拉近距離 居民也開始接納這群新移民 電影《老像素酒館》 由英國獨立導演肯洛區指導 他常年關注社會底層生活 勞工權益 曾以吹動大麥的風 我是布萊克 羅夏砍成金棕旅館 老像素酒館是87歲 肯落去的席影之作 入圍2023年砍成影展金棕旅館 他表示拍這部片 是有感於現在歐洲社會 會對移民的另類眼光 一件要記憶是那些使用我們需要我們 普通人們有的力量和能力 我們不需要學生系統 一天那些力量會勝出 反正說 繼續戰鬥 奮戰不懈的精神 就像電影中的敘利亞移民一樣 讓在地人刮目相看 老像素酒館成了他們的交會點 移民和社區居民的友誼 就此展開 QBS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看北歐芬蘭 在4月2號發生一起 漢人聽聞的事件 小孩嚇小孩的校園槍擊案 地點在首都赫爾辛基附近的城市萬塔 早上上學的時間 一間包含國中跟小學 大概800人的大型學校 槍手也是這所學校的學生 他才12歲 卻在眾目睽睽下穿過操場 尾隨同學進到教室之後開槍 造成一死兩重傷 傷亡者也都只有12歲 那麼芬蘭已經在2010年 收緊槍支管制 可是這名孩童 偷的是親戚的槍 年齡12歲以下的 在芬蘭甚至不必承擔行責 芬蘭最大機場所在地 屬於首都赫爾辛基都會圈的萬塔市 當地時間4月2日上午上學時間 發生校園槍擊案 造成學生一死二傷的慘劇 那,你會聽到你的姻嗎? 好,很慌 也會有這種事在 我出了 我出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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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你的報告 你聽到消息 我活在港口市 今天 我出了電話機 檢查你的消息 然後我只叫我職業員 說我來一天 然後我們 維托拉中小學有800位國中小學生 年齡從7歲到16歲不等 事發後學生家長們紛紛趕到校園外 焦急的等待 警方在接護報案後 十分鐘內感到兇嫌已逃跑 校園被封鎖兩三小時調查 之後才讓家長 把驚恐的孩子們接回家 但最可怕的是 這是一起小孩殺小孩的校園槍擊案 兇手 罹難者 重傷住院的 都只是12歲 還沒進入少年期的兒童 對於募集學童而言 尾隨他們進教室的同學 竟然瞬間變成槍手 應該是此生難忘的恐怖記憶 當初我們看見到外面的照片 在外面的場面 在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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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背後就被撞了三人,一人死了 根據最新的資料,一人的死亡 在這個地方的居住 兩人的死亡人 被搬送到俄羅斯 学校后来提早放学 而警方也表示 很快就在距离学校不到五公里的河边 逮捕嫌犯 只有12岁的枪手坦诚犯案 身上带着一把亲戚名下的手枪 事发后 芬兰许多学校与政府单位都降下半期致哀 由于芬兰是全球涌枪比例相当高的国家之一 过去也曾发生过类似美国常见的公共场合枪击案 但不像美国那么频繁 过去芬兰的校园枪击案也多半是快要成年 或已成年的青年学子犯案 这次犯罪年龄却奏降到12岁 让人非常担心 过去芬兰政府其实有记取教训 在2007年一起校园枪击案后 就收紧了枪支管制法律 Finland tightened its gun legislation in 2010 introducing an aptitude test for all firearms licensed applicants the age limit for applicants was also changed to 20 from 18 there are more than 1.5 million licensed firearms and about 430,000 license holders in the nation of 5.6 million people where hunting and target shooting are popular 年仅12岁的凶贤被控谋杀 但根据芬兰法律15岁才可以开始承担刑责 而未成年人甚至不能被还押候审 因此这名儿童枪手 现在由社福机构看管 夺走人命却可能不用有前科 目前只能确定学校方面有权开除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传出坏消息 最新公布的第一季交车辆差强人意 不但继减了两成 更是四年来首见的年度下滑 被分析是以彻底的灾难来形容 股价应声中错了5个百分点 而今年以来已经下跌了将近33% 而中国电动车竞争空前的激烈 根据信平机构汇誉 今年中国的电动车加上混动车的销量占比 将比去年大增将近10% 就连坐手机起家的小米 也加入了这场战局 发表自家首款的电动车 降价策略失灵 让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公布的 今年第一季交车辆只有38万7千台 不但比前一年少了8.5% 还比上一季大减两成远低于市场预期 也是四年来首见的年度下滑 被分析时以十足的灾难来形容 拖累周二 特斯拉股价应声重挫近5% 使了第一季累计已蒸发掉 29%的股票市值 创一年半来最大跌幅 前一天公布的另一份调查 也在印证特斯拉优胜转衰 因为考虑入手特斯拉的美国人 越来越少 原因被认为是马斯克的偏执人格 政治倾向和公开言论所影响 根据市场情报机构 Caliber做了统计 发现美国潜在买家对特斯拉的满意度 从2021年底的70% 调到今年2月剩下31% 该如何挽救人气 上个星期马斯克宣布一项围棋30天 让车主免费体验 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的计划 消息一出让不少车主约约欲试 尤其正常情况下 必须要花一万两千美元 才能享用这服务 而这项免费试用的时间点来得巧妙 除了正值特斯拉的销量 交车辆股价通通下滑 去年12月才有两百多万辆车 因为这全自驾的功能被召回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认为 这可能会导致车主开车不专心 推高发生事故的风险 特斯拉也明确指出 不给在启动自驾功能的时候 做这些事 因为其他守规矩的车主也会担心 最近因为特斯拉引发关注的 还有缅因州 这五个全新的高速公用电动车充电站 这让缅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启用 有国家电动车基础设施计划 补助特斯拉充电站的州 也是全美第五个 由政府补助电动车充电站的州 根据统计 缅因州的碳排放污染 一半都来自交通 如今渴望借由充电网路来改变 努力在2050年实现 净零碳排的终极目标 这些充电站的设计也以便利性为首要 设置在超市旁 让车主买完东西 车子也充好 电动车市场竞争空前激烈 特别是在中国 因此特斯拉要迎战的一票 中国品牌不只有迅速崛起了比亚迪 还有兴起之秀 一座手机起家的小米 上周四由小米董事长雷军亲自发表 偶心力血花了三年时间研发的首款电动车 小米苏七 这款被雷军使用为最好看最好开最智慧的车 号称充电15分钟能达到最高510公里的续航力 每台售价二十一万五千九百人民币起 雷军在感性之余 也不忘调侃一下手机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发表会当天小米随即开放手机APP 预购苏七 紧接着就周三 则会在北京驿庄的小米汽车工厂 举行首批交车仪式 TVH1中的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